被前任榨干身家的我 在朋友的建议下旅游散心 结果在三线小城市的某一个汽车旅馆 我碰上了前任 他浓妆艳莫 正在伺候客人 我没想到一向矜持的他竟然是个反差表 当他看见我的那一刻 竟然跪下来抱着我的大腿哭了 九月的天气非常炎热 我旅行的第二站 来到了飞客小城市 这是位于西北的小城市 地处荒漠之中 没有什么高楼 跟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差不多 我之所以来这里散心 是因为我太穷 去不起大城市 只能在小地方穷游 说起来也可笑 我一个工程师 竟然被一个叫柳如烟的女人骗得团团转 不但所有钱都被她卷走了 我还负债上百万 当然 以我的工资来计算 这些负债并不可怕 只需要三年就能还上了 我最介意的是被柳如烟欺骗 她是一个长相清纯 又温柔似水的女人 也是我唯一想过要共度余生的女人 我之前交往的女朋友 没有一个有她那么出色 她进入到我的生活之中 让我感觉非常幸福 我曾经以为 我们会这样白头偕老 可是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一年之后 她把我所有的钱都卷走了 还让我负债上百万 我对她可谓是恨之入骨 可是 她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根本找不到她 虽然朋友建议我报警处理 可是念在曾经的情分上 我并不愿意报警 而对我来说 内心的伤痛 远远大于金钱的损失 金钱的损失倒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受到了欺骗 我这个人最痛恨的事情 就是被人欺骗 但是现在 我却被她给欺骗了 这种事情让我无法容忍 但是 这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是不可能去改变的 我请了长假 天天在家里喝闷酒 主要是 我有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 我对柳如言很好 年薪也高 长得也不差 为什么 她会算计我 难道说 这是她一开始 就算计好的圈套 故意引我上钩 我天天在家里喝闷酒 然后去想这些事情 朋友怕我闷出病 于是建议我去西北转悠转悠 就当散散心 于是我独自一个人背着行囊 开始远行 治疗情伤 我觉得这件事有些搞笑 我一直都认为 自己是个坚强的人 想不到 现在竟然会伤感成这样 简直就是搞笑到了极点 不过 出门之后 我的心情倒是好受了一些 对我而言 只要心情好就行了 别的事情 我可管不着那么多 因为是穷游 所以出门的时候 我都是尽量吃干凉跟水 住的也是最便宜的小宾馆 有的时候没有宾馆 我就直接睡大街了 反正在大街上睡觉 也没什么要紧的 我的装扮一看 就是个流浪汉 也没人会惦记我 我来到了飞客小城 这是位于沙漠深处的荒凉地方 来了之后 我住进了一个汽车旅馆 这个旅馆非常简陋 看得出来老板很节约 老板要不要按摩 有本地妹 还有外地妹 便宜实惠 活超好的 猥琐老板冲着我咧嘴一笑 我自然是摇头了 我对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兴趣 何况我也没有这个心情 再说了 我是一个比较警惕的人 出门在外 我是不可能轻松上当的 万一是什么仙人跳就麻烦了 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就算碰到仙人跳 报警估计也没人管 这事情我见得多了 别看我是一个工程师 平时不怎么跟社会接触 但是这一点警惕性 我还是有的 不用了 我没兴趣 我单单说道 老板 你可以先看看货吗 保证你满意 猥琐老板还不死心 不了 我仍然拒绝了 随后我来到二楼的房间 我在上楼梯的时候 见到很多男人出入 有年轻的 有老的 看来 这是一个不良窝点 而且 早已文明四方 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来的 当然 我也懒得去管这些人的事情 反正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今天只是暂时住一晚上 我进入三号房间 这个小汽车旅馆非常简陋 整个房间也就十平里不到 空间很压抑 不过房间虽然小 倒是五脏俱全 床头放着许多杜蕾饰 我把背包放下来 先去洗澡 然后躺在床上 就在我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突然听见隔壁房间 传来一些奢靡声 那是有人正在快乐的声音 这让我非常烦躁 我忽然想起了柳如烟 也不知道 他如今在哪里呢 不过 很快我就觉得自己可笑 既然都知道柳如烟是个骗子了 为什么还要去想他 人总是这样 总会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候 想起一些难忘的人跟事 就算竭尽全力 不让自己去想 可是脑袋仍然会胡思乱想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我而言 有的时候也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思想 尤其是这次受到情伤之后 我感觉我整个人的脑袋 一直浑浑噩噩的 当然 出现这种事情我也控制不住 于是我就打开电视机 想要掩盖这些声音 要不然这些声音一直传过来 我根本没办法睡觉 突然在这个时候 让我猛逼的事情发生了 我听到隔壁有一个男人愤怒骂道 妈的 你这服务也太差了 我要投诉你 不要啊 你要是投诉我 我老板会打我的 求求你 不要投诉我 随后传来一个女人惊恐哀求声音 这让我身子一震 因为这个声音很熟悉 是柳如烟的 顿时 我心中惊讶到了极点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放不下 所以换听了 柳如烟既然从我这里 骗走了那么多钱 他怎么可能会跑来这个鬼地方 就算来到这里 他也不可能在汽车旅馆里面 从事这种职业啊 赶紧滚 叫你们老板换一个女的过来 他妈的 真是浪费老子心情 那男人骂道 过了没多久 我听到房门打开了 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 于是我也打开门走出去 就在这一瞬间 我看见了那名女子的长相 而那名女子也抬头看见了我 我们两个人对摄足足十秒钟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种戏剧性的场景 跟柳如烟见面 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一个在魔都的工程师 竟然会跑到西北的小城镇 最离谱的是 竟然还在这里碰面了 如果这一段经历 拍成电影的话 肯定能火的 柳如烟 你怎么会在这里 张阳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两个人同时吃惊问了出来 看来柳如烟还没有完全忘记我 他仍然记得 我这个大冤种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冷冷说道 虽然时隔一个月再次见面 可是我没有任何喜悦 我只想质问他 为什么要骗我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欺骗 我现在的日子 也不会过得一塌糊涂了 我最痛恨的就是被别人骗 那种滋味 真的是一点也不好受 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没有资格这样问我 柳如烟说道 说完之后 他的脸色有一点金黄 然后直接扭头离开了 我既然在这里见到他 自然不可能让他走掉 我心中有太多的谜团要解开 他要是现在跑了 我再想找到他 那就很难了 毕竟大厦那么大 你要想在茫茫人海之中 找到一个人 其实比登天还难的 我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因此 我现在绝对不可能 把他放走的 你给我回来 我马上走过去 然后强行抓住他的手 柳如烟有点愤怒 大声喊道 你有毛病啊 赶紧放手 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 你就别想走 我也怒了 我被这个女人 骗得团团转 现在好不容易抓住她 我绝对不可能 让她走掉的 我们两个人的争吵 很快就引起老板的注意 随后 老板带着三个打手冲上来 兄弟 你这是要干什么 欺负我们这里的小姐 猥琐老板质问 刚才他见到我的时候 还是一副和善的样子 现在却是无比凶狠 而看见老板来了之后 柳如烟的脸色 则是有些畏惧 老板 我看上这个女的了 但是她不肯陪我 你说怎么办 我冷冷说道 张燕 你怎么回事 不是说了吗 不能拒绝客人 猥琐老板沉生道 威哥 我本来是伺候二号客人的 他没有点我 想白嫖我 柳如烟告状道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老板居然叫他张燕 也就是说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用的柳如烟是假名字 难道这个张燕才是真的 或者说 两个名字都是假的 这让我对柳如烟的 真实身份更加好奇了 我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 既然现在找到柳如烟 我是不可能让他走掉的 兄弟 你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吧 老板说道 是啊 你们这里的规矩是什么 我不太懂 我说道 你要先给钱 才能把小姐带进房间 老板说道 一晚上多少钱 我问道 他是我们店的头牌 贵一点老板说道 我听到这话 还以为要被宰了 毕竟在我的印象当中 头牌的钱肯定很贵 但是很快 老板的第二句话就来了 收你两百就行了 兄弟记得常来照顾生涯 我听了之后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 我还以为他要敲诈我几千块钱 没想到 竟然才要两百 不过 他现在收两百也很正常 这是个小地方 如果收钱太多 估计下次就没人来了 毕竟小地方的消费不高 这里的人普遍也没什么钱 柳如烟听到这话 顿时也很不乐意 老板 我不要伺候他 我要伺候别的客人 柳如烟说道 你是不是想挨揍 忘了我们这里的规矩了吗 不能挑客人老板凶神扼杀说道 那几个打手也是怒目而视 柳如烟马上不敢说话了 我看见他瑟瑟发抖的样子 我就知道 他没少挨揍 虽然说 我此刻也有一些怜悯 但是我始终认为 他这是咎由自取 如果不是他欺骗了我 估计还在魔都 跟我过着快乐的生活 好了 张燕 你好好伺候客人 老板说完 挥手带着打手走下去了 我猜想老板肯定是个有背景的人 不然在这里堂而皇之开这种店 没有人照着是行不通的 不过 我现在没空去管老板的背景 我现在要去做到的事情就是 我一会要跟柳如烟说什么 柳如烟没办法反抗 只好跟我走进房间 进入房间之后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很久 我看着他的穿着暴露的样子 忽然觉得很可笑 他在跟我交往的时候 可是把自己装成白莲花 连手都不让签 还说什么要到结婚当天 再把第一次给我支类的话 搞得我以为他是个圣洁的人 结果他居然在这里 从事这种脏脏勾当 这种事情 让我对他的幻想直接破灭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们两个人的见面 竟然是在这种情况 说吧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问道 诶 事已至此 说别的话又有什么用 都怪我自己太蠢柳如烟忽然叹道 我看见他流露出 悔不当初的神色 不过 我现在可不确定 他是不是真心忏悔 毕竟这个女人诡计多端 我要是再次上当就麻烦了 所以 我对他说的话 自然也是半信半疑 毕竟他的脸上就写着骗子两个字 我总不能再次被他骗了 我要是有那么愚蠢的话 还不如买一块豆腐 直接撞死自己算了 一开始 我想的是 如果再次遇到柳如烟 我就打他一顿发泄一下 或者说 臭骂也好 可是现在 我竟然没有打骂他 好像那些事情 我都已经全部放下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总之我现在根本狠不起来 你骗了我那么多钱 都哪里去了 我忍不住问道 他前前后后 从我这里拿走了六百万 虽然六百万算不上什么巨款 但是如果在小地方省着点花 其实是可以花很久的 就算在落魄 也不至于跑来这里出卖身体 所以 这是我非常不解的地方 这一切都是报应 柳如烟难难自语 我不是很明白 他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在他的身上 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什么意思 我问道 我虽然骗了你的钱 可我也是受害者 柳如烟说道 你这叫什么话 你骗了我 结果你说自己是受害者 我有些愤怒了 本来 我的心情已经平复了 可是听到这种话 我还是怒了 因为真的太离谱了 他本来就是一个骗子 结果 他自己却说 自己才是受害者 天底下哪有那么扯淡的事情 我自然不可能相信他的鬼话 要不然我就太愚蠢了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我该叫你柳如烟 还是张燕好呢 我冷冷说道 我甚至都不知道 哪一个是他的真名 可想而知 他就是个惯犯 估计这种谎言 都不知道说多少次了 对我来说 我是绝对不会轻易上当的 柳如烟是我的真名 你之前不是看过我的身份证吗 张燕是我在这里做台的假名字 柳如烟说道 我怎么知道你的身份证 是不是真的 我冷冷说道 他之前跟我交往的时候 估计就没有一样信息是真的 但是 我现在也不知道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姑且就称他为柳如烟吧 反正对我而言 我既然再次抓住他 绝对不能让他轻松离开 因为他拿走了我六百万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把钱拿回来才行 因此 我已经打定主意 不管他说什么可怜的话 我都不可能会相信他 反正我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把钱拿回来就行了 对我来说 钱是最重要的 我已经没有爱情了 不能再失去金钱 都到这个时候了 我还有必要骗你吗 我真的叫柳如烟 柳如烟说道 不过到底是不是如此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核实 但是我现在也懒得去管那么多了 我决定 先把钱拿回来再说 如果你不想我报警抓人的话 你把我的钱都换回来 我冷冷说道 虽然说 他诈骗了那么多钱 其实已经算是犯罪了 但是 我并不打算跟他一般见识 让一个美女去坐牢 其实这事 我也不怎么做得出来 对我来说的话 只要他把钱拿出来 那这事情也就算完结了 不然的话 我就算去说别的事情 其实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张扬 我真怀疑你有没有长脑子 柳如烟忽然说道 你什么意思 我问道 我都没有想到 到了这个时候 他竟然还敢嘲笑我 简直就是找死 当然了 我是一个正人君子 自然不可能会在这个时候过去打人 何况这事情 我也做不出来的 你觉得如果我有六百万 还会在这里当风尘女吗 柳如烟冷冷说道 我不由得一愣 心想他说的也对 如果真的有那么多钱 也不至于堕落到这个地步了 一般来说 只有没钱的人 才会去当风尘女 但是紧接着 第二个疑问又来了 以柳如烟的美貌 完全可以赚更多的钱 为什么却甘愿在这里 要知道 他在这个小地方待着 其实一次也就两百块钱 哪怕一天接待十个客人 一个月也才六万 这钱肯定不可能都到他手里的 估计老板要抽成一半 那到他手里就没什么钱了 因此 他完全没必要在这里待着 那你说说看 我的六百万去哪里了 我冷冷问道 虽然我也有些好奇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可是现在 我更关心我的六百万下落 如果能把钱拿回来 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就一笔勾销了 反正这对我而言 其实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但是 我也知道 柳如烟是一个很奸诈的人 他所说的话 未必是真的 因此 我要警惕才行 不管在什么时候 我都要保持警惕 哎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其实我也是受害者 那六百万 都被王嘉诚骗走了 柳如烟忽然叹气说道 王嘉诚又是谁 我问道 之前在跟他交往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号人物 因此对我来说 我现在也不知道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既然抓住他了 那就慢慢听他讲故事也不迟 我现在既然有自己的判断 自然不可能会被他轻松忽悠 他想再次欺骗我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 有的事情 我也能判断出来 是不是真的 他是我的前任 说是前任 其实他就是一个魔鬼 专门搞杀猪盘的柳如烟咬牙说道 一提起这个男人 他就非常愤怒 可想而知 他肯定是栽跟头了 如果不是栽跟头 自然不可能会如此痛恨一个人 不过 我还是非常的好奇 柳如烟是个精明的女人 他这样的人 是如何栽跟头的 那家伙是谁 你怎么认识的 我问道 我在夜店认识他的 他高大帅气 温柔体贴 对我很照顾 所以我很快就跟他在一起了 柳如烟说道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问道 就在半年前柳如烟说道 所以说 你是在跟我交往的时候劈腿了 我愤怒质问 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水性洋化到这个地步 他一直说 最爱的人是我 可是 他却在花我的钱 然后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这种事情 让我非常的愤怒 不过 我心中也很清楚 他这样做的话 我确实没有任何办法 毕竟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再说了 之前他这样做的时候 我也没察觉出来 现在想起来 自己还是太愚蠢了 柳如烟 你可真会算计啊 我冷冷说道 张阳 真的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 我一定会跟你好好在一起 我宁愿不认识那个王嘉诚 柳如烟忽然哭出来了 我知道 他在这里吃了很多苦头 因此 他现在自然是很愤怒的 但是 我知道 其实他这个是鳄鱼的眼泪 要不是现在被人欺骗了 说不定他不知道在哪里风流快活呢 不过 柳如烟遭遇到杀猪盘的事情 还是让我非常的震惊 因为我一直以为 杀猪盘是很遥远的事情 想不到 竟然发生在我身边 当然 出现这种事情 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内 柳如烟现在都落魄成这个样子了 他肯定也是被骗了 当然了 我现在是不可能同情他的 因为他被骗 其实就是咎由自取 既然这种人是活该 我怎么可能会去管那么多 如果人家不是骗子 你不就跟人家双诉双妻了吗 我冷冷说道 我现在不可能会相信对方的话 因为这种鬼话 其实忽悠一下小朋友朋友 但是要忽悠我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我可没有那么笨 倘若说我真的那么愚蠢的话 自然也就说不过去了 总之 我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因此 我现在只是冷眼旁观 至于别的事情 我不会去管那么多 他的死活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现在的哭泣 其实跟鳄鱼眼泪差不多 你明白吗 我单单说道 张阳 你还是不可原谅我 柳如烟忽然说道 你在开玩笑吗 要我怎么原谅你 你可是把我坑惨了 我忍不住怒道 我说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贱人确实把我坑惨了 不但把我的积蓄卷走 还让我负债累累 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的话 估计负债还会更多 在这种情况下 我当然对他很不爽 幸亏我是一个有理智 有风度的人 如果说是换做别人的话 估计直接上去动手打人了 但是 我现在一直很克制自己 我知道 就算现在打死他 其实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如何找到王嘉诚 如果可以找到此人的话 说不定还能把600万要回来 不过我也知道 这个概率其实是很小的 一般来说 做杀猪盘的人 用的都不是自己的真实名字 你想找到他 自然是难于登天 何况 下国太大了 有十几亿人口 基本上不可能找到人的 有的人在成功之后 也是直接跑到国外了 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找到王嘉诚 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你知道那个家伙在哪里吗 我问道 不知道 他把我带到这里来 然后 以100万的价钱卖给老板 从此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柳如烟摇头说道 显然 他现在也很后悔这样做 如果说 他当初没有背叛我的话 现在仍然在魔都 享受人上人的生活 虽然说 我不能让他过上 顶级贵妇的生活 可是以我的收入来说 让他过上精致体面的生活 还是没问题的 毕竟在魔都那里 收入比我高的也没有几个人 只不过 我的职业是工程师 因为要经常出差加班 所以柳如烟也就耐不住寂寞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我来说 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 现在事情都发生了 我不会去计较那么多 只是 现在柳如烟 却是后悔的哭了出来 我现在也不知道 他的哭泣 是不是真心忏悔 但是他哭得很伤心 我估计 应该是有那么一点点后悔 毕竟当初跟着我吃香喝辣的 结果 现在却发生这种事情 让他始料未及 我想 不管是什么女人 应该都是不愿意做风尘女的 不过 有一些好吃懒做的女人 倒是很喜欢从事这个职业 只是 我认为柳如烟不是这种人 她本来就过着很精致的生活 现在突然沦落到这个小地方 自然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 你后面再也没有联系王嘉诚了 我问到 我还怎么联系她 她早就把我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我现在根本找不到她 柳如烟说道 为什么你不报警啊 我问到 我能怎么办 我有借条在老板的手里 也被拍了视频 加上他们诱管的烟 我连手机都摸不到 我能怎么办 柳如烟哭着说道 听到这话 我也不由得心生侧疑 虽然说 柳如烟之前确实很可恶 但是 她现在也算付出代价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现在自然也就不用去说那么多了 有的事情就是如此 多说无意 现在去说太多的话 反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对我而言 现在去计较往事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过去的事情 终究已经过去了 我只想忘记它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我就真的不介意了 只是 我不会经常想起来 看来 我的六百万拿不回来了 我摇头探到 虽说我的收入很高 但是对我来说 六百万其实也不是小数目 我估计普通人 就算工作一辈子 都拿不到那么多钱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打工仔一个月 也就三四千而已 所以 想到我的钱要打水漂 我的心中也不太舒服 张扬 你也太没有良心了 我都落魄成这样了 你居然只关心自己的钱 柳如烟忽然怒道 他可能以为 我还跟之前一样温柔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但是很明显 他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你在开玩笑吗 现在我跟你可没有任何关系 你骗了我的钱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已经不错了 你还蹬鼻子上脸 我没好记说道 虽然说 我觉得柳如烟确实有些可怜 可是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千万不要可怜这些人 要不然最终受伤的就是我 因为这些人 不知道感恩 他们的骨子里本来就很自私 因此 我现在不可能会去管那么多的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要做到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要保持距离 如果我同情心泛滥的话 很有可能会给我带来灭顶之灾的 之前我已经上当过一次了 这次绝对不能上当第二次 上阳 我错了 我求求你 你带我走好不好 柳如烟忽然跪下来求我 我凭什么要帮你 我冷漠说道 虽然说 我是一个很热心的人 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 看见老爷爷过马路 我都会过去搀扶 但是这次不一样 我现在是不可能去帮忙的 因为 他之前把我害得那么惨 我要是现在不管不顾的话 自然也就说不过去了 反正对我来说 现在要去做到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保持冷漠 只有冷漠 才能让我避免吃亏 之前 柳如烟算计过我一次 让我亏了那么多钱 现在 我是不可能会再次相信他的鬼话 当然 现在我也没打算管闲事 只要你救我 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 永远伺候你 柳如烟说道 说完 他直接就爬到我身上了 这样的事情 让我非常的无语 他居然想诱惑我 虽然说 他真的很漂亮 但是 我现在只觉得 这个人很恶心 原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一直在装清纯 甚至连手都不让钱 可是现在 既然产被到这个地步 让人非常的感慨 我也是到了现在才明白 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那么多反差表 不过我认为 柳如烟有今天的结果 其实就是他就有自取 明明有好日子 可是他却放着不管 既然这样 我现在自然要狠狠嘲讽一番才行 对我来说 现在我是不可能会有任何同情心的 之前 我就是因为太有爱心了 以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 我一直告诫自己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要铁石心肠一点 如果我可以足够铁石心肠的话 没人要想影响我 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只有做到这一点 我才能做到 真正的无欲则刚 柳如烟 你怎么现在下建成这样 你原来不是很清纯 很精实的吗 我冷冷说到 柳如烟听到这话 他自己也是面红耳赤 因为 他都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这样说 其实对我来说 现在说这些话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要是现在什么都不说 那就不正常了 何况 我对他也是一肚子怨气 如果不是因为柳如烟的出现 我的生活又怎么可能会发生那么多变化 现在 有了那么多变化之后 我再次见到他 那么我的情绪 自然也会非常不爽的 不要这样嘛 张扬 我今天晚上就好好给你弥补 我一定让你满意的柳如烟赶忙说道 我想他现在肯定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现在的他 生死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如果他想脱离苦海的话 就只能讨好我 万一我心情好 我就会拉他一把 不过 这个要看我的心情才行 毕竟我之前被他骗得那么惨 现在自然也不想去管他那么多 当然 柳如烟跟我交往那么久 他知道我是什么脾气的人 一个好脾气的人 自然有心软的时候 一旦我心软 他就可以利用我的软肋 完成他的计划 你不觉得你现在的样子 很恶心下见吗 我一把推开对方 我知道他现在的职业之后 心情也是非常的厌恶 说实话 他现在就算脱光在我面前 我也不可能有任何兴趣的 你是不是嫌我太脏了 我 我现在就去洗干净柳如烟惶恐说道 其实你应该明白 现在的事情 是你自作自受 既然命运如此 你就要接受安排才行 我冷漠说道 对我来说 现在既然拿不到钱 我也没必要帮忙了 倘若现在帮忙 我要付出高额代价 还有可能会因此得罪老板 在这个小地方 我谁也不认识 如果得罪地头蛇的话 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了 不 我很后悔之前做过的事情 我 我想当你的奴隶 只求你带我脱离苦海 柳如烟哀求道 如果以前他这样说的话 我说不定会心动的 可是 我既然知道他的为人是什么 我又怎么可能会帮忙呢 再说了 我知道他是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让这样的人待在身边 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 万一他反咬一口 我就完蛋了 所以 我现在不可能全部信任他 我也不可能会帮助他 张阳 你不想把你的损失拿回来吗 柳如烟忽然说道 他看见我不为所动 所以就想到了别的办法 你不是说 王嘉诚把你拉黑了吗 你还怎么帮我挽回损失 我冷笑道 不管他说什么话 我现在都表示怀疑 因为之前被坑怕了 所以 我现在不可能直接选择相信他 要不然我肯定还会再被坑一次的 这次还被坑的话 那就真的是血本无归了 因此 我一定要保持警惕才行 我虽然被他拉黑了 但是我知道 他正在对一个目标下手 如果我们去找这个目标 就能找到王嘉诚柳如烟忽然说道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冷冷说道 我都到这个地步了 还有必要骗你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现在只想回归正常生活 柳如烟用楚楚可怜的眼神看着我 不得不说 他的眼神看起来 真的很可怜 不管是哪一个男人见到他 都会心软 你确定真的能帮我找到王嘉诚 我问道 说实话 我对这个骗子也是非常的痛恨 如果不是此人出现 我也不可能会损失那么多钱了 尽管说 我对钱不怎么在乎 但是如果能找到他 我就能让他把钱都吐出来 不管对什么人来说 能够拿回损失 那都是一件好事 当然 如果骗你的话 我不得好死柳如烟发誓说道 既然他都发誓了 我也就姑且相信好了 好 我要怎么才能帮你 我问道 我欠老板一百万 你只要帮我还一百万 我就能走了 柳如烟说道 一百万 我听到这个数字 顿时有些犹豫 毕竟这个数字有点大了 当然了 如果我去找朋友借的话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是 我现在的行为是很冒险的 万一我被这个贱人忽悠的话 那就真的损失惨重了 我也不知道脑子里怎么想 我突然觉得赌一把也不错 对 只要你给钱 他就会放我走柳如烟说道 虽然说 我觉得这件事很荒谬 我作为一个过客 现在既然要给一个风尘女赎身 简直就是离谱到了极点 倘若不是青年所见 谁敢相信 既然有了离谱的事情发生 不过 既然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了 我自然也不会去说那么多 反正 我之前也亏了那么多钱 这次干脆就连本带里拿回来好了 只要能够找到人 我的损失就可以得到弥补了 不过 我现在也要做好找不到人的准备 毕竟大厦的人那么多 要想找到人 其实还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 我现在是在进行豪赌 我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 那就是实在人为 只要我努力去做一件事 那么就一定可以成功 不过 这个也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至于是不是能做到 其实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对于我而言 既然来了 我就要赌一把才行 好 我答应你 我冷冷说道 谢谢你 张扬 柳如烟说道 他自己也是喜极而泣 因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终带着他脱离苦海的人 竟然是我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我要宽恕 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我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可能原本就是那么神奇吧 不然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在这里遇到他 说真的 在这个地方碰到熟人 几乎比登天还难 可是 我竟然见到了 而且 还是我的前任 不得不说 有的时候 人生就是如此的奇妙 你先别说谢谢 你要遵守诺言 以后不能再做坏事 然后你要协助我找到王嘉诚 之后把这一百万也还给我 我单单说道 我只是暂时借给他 可不是说 把这钱给他 哪怕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我也不可能善良到这个地步的 过分善良 其实就是在害自己 我之前吃过亏了 因此 我现在绝对不会再做出这种事情的 而对方也是愣了一下 柳如烟原本还以为 他可以从我这里拿到一百万 然后就不用还了 结果 我说这钱是借的 显然是他有些无法接受 怎么 你不想借这钱是吗 我单单说道 不是 只要你能带我出去 多少钱都可以 柳如烟连忙说道 虽然说 他要付出一百万的代价 可是能从这个魔窟出去 其实已经是万幸了 要知道 这里还有很多女孩子 他们想出去 可是都没有这个机会 这里有很多打手看着 而且 四周围都隔壁 哪怕你真的跑出去了 在不认识路的情况下 那就是死路一条 我看见柳如烟的身上 是有伤痕的 也就是说 他之前是被殴打过的 我猜是他想跑路的时候 被人发现了 而那些大汉 显然也没有什么 怜香惜玉的心态 抓住就是一顿暴打 我心中也是万分感慨 想不到这样一个美女 现在竟然会堕落到这个地步 真的太可惜了 不过 我也知道 这一切都是他就由自取 要是他当初老老实实 跟我在一起 那就不会折腾出那么多事情了 可惜的是 他这个人野心太大了 而且做人不安分 既然是这样 那么栽跟头 自然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不过 我始终觉得 栽跟头其实不是坏事 因为当你吃过亏之后 你下次就会变得激凝一些 不管对什么人来说 其实都是如此的 我相信 柳如烟也是如此的 他在这里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 他现在肯定不愿意 让自己再过上这种可怕的生活了 没有哪一个女孩子 能忍受这种生活的 因此 现在不管对什么人来说 其实都是如此的 我现在也不奢求柳如烟感恩我 或者别的事情 我只希望 他出去之后 可以老老实实过日子 比如说找个老实人嫁了 但是 那都是他的事情了 我不可能会去管那么多 对我来说 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把我的损失拿回来 随后 我跟柳如烟一起走下楼 老板见到我 立刻笑着问道 怎么样 他的服务态度还行吗 能打几分 十分吧 我单单说到 实际上我刚才都没有碰过他 以前 我是有碰他的心思 但是现在没有了 对我来说 我现在只想拿到我的损失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不会去管那么多 再说了 柳如烟在这里坐台 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染病呢 如果说 他真的得了什么病 然后我又跟他搞在一起的话 万一被传染就麻烦了 虽然说 他确实长得很漂亮 可是知道他是从事这个行业之后 我就没有任何兴趣了 既然都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我又怎么还跟他在一起 现在我要帮他赎身 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老板 那欢迎下次再来啊 老板笑着说道 老板 这个女的欠你多少钱 我要帮他赎身 我单单说道 老板一愣 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他没有想到 我竟然要把他的赚钱工具带走 毕竟每天来这里 寻欢作乐的客人那么多 估计就我一个人 提出这种要求 我说兄弟 玩玩也就算了 你怎么还带回家 不嫌脏吗 老板诧意问道 对啊 这些女人我平时都懒得玩 一个大汉说道 他们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 我觉得 他们肯定认为 我的脑子是有问题的 如果不是脑子有问题 怎么可能会说出这种话 我就是喜欢他 没办法我单单说道 既然都来了 我现在也要表演好才行 现在不表演好一点 人家怎么会相信我 对我来说 现在要把柳如烟救出去 其实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反正 我肯定要把戏份演好才行 如果演技差一点的话 是很容易完蛋的 我自然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 因此 我现在一定要这样做才行 就是尽量让自己看起来 比较真诚一点 兄弟 你也算是个人才了 既然喜欢上了风尘女 老板 哈哈大笑 别说那么多了 你就说多少钱可以赎身吧 我单单说道 说实话 我现在只关心钱 如果说 他狮子大开口 喊个几百万的话 那可就是很坑爹的事情了 我可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 因此 现在我肯定要先试探对方的态度才行 你说的是真的 老板半信半疑 对啊 我跟你开这种玩笑要做什么 我又不是没事找事的人 我单单说道 既然我都这样说了 必然也要做到才行 实际上 我给柳如烟熟身 也是有私心的 我既然决定这样做 那么现在 我也要立马做到才行 能做到的话 我就有机会拿到自己的损失 而那个没有见过面的王嘉诚 其实也是一个鸡品人渣 我也要把这种人绳之以法才行 如果不能抓住此人 那可就是很悲剧的事情了 没有人希望发生这种悲剧 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灭掉此人才行 行 那就一口加两百万 老板笑道 两百万 老板 他不是才欠你一百万吗 我诧异说道 很明显 现在老板是把我当冤大头看待了 不过 他会这样做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家伙本来就是捞片们的 他们现在自然是能坑就坑 要是现在可以多坑几个钱的话 自然也是很爽的事情 不管对什么人来说 其实都是如此的 因此 现在对他们来说 自然要狮子大开口 而他们自然是很爽的 但是对我来说 自然就不好了 如果说 我真的要出两百万的话 必然是损失惨重 可是如果不出的话 我的损失也不小 现在不管怎么说 我都损失了很多钱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了 倘若说 我现在不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自然是不行的 如果现在不继续 我之前的钱 自然也就打水漂了 既然这样 我现在也只能咬牙接受了 兄弟 那一百万是本金 利息还没算呢 再加上他在我这里吃住什么的 这些都是开销啊 我才收你两百万 已经算是有情价了 老板笑呵呵说道 我听了不由的皱眉 说实话 现在要我拿出两百万 其实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当然 我也不是拿不出来 只是 我做决定之前 肯定要思考一下才行 不然的话 我要付出两百万的代价 说实在的 这钱有点多了 当然 我是一个月薪十万的人 就算两百万 其实也不过是两年的工资罢了 可是 我也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值得 老板 他也帮你赚了不少钱 你不能少一点吗 我单单说道 既然现在要赎身 我肯定要砍价才行 如果他们说什么 我就出多少钱 那岂不是成傻子了 我可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一口价 一百八十万 这个数字很吉利 不能少了老板想了一下说道 我知道这个价钱 应该没办法继续砍下去了 好 你等我几分钟 我说道 随后 我打电话找朋友借钱 他们都知道我的为人 因此很快就把一百八十万转过来了 随后 我把钱转给老板 然后拿到了借条 还有柳如荫的手机 身份证等等 张燕 如果你觉得外面的日子不好过 记得回来啊 我这里的大门永远为你而开 老板咧嘴一笑 这个孙子自然是很高兴的 他既然拿到了一百多万 肯定是很开心 不过 他并不知道 我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 现在突然被人坑了一百多万 不管换做是谁 都会很不爽的 虽然说 我确实有钱 可是 我不可能就这样让人坑我的钱 我是不可能会回来的 就算饿死在外面 我也不会回来的柳如荫摇头说道 他显然已经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恐惧 如果说 他继续待下去的话 估计人都傻了 好在我出现 把他给救走了 我们两个人很快就出来了 随后 我们骑摩托车 前往市区方向 现在你可以说了吗 王嘉诚的目标在哪里 我问道 就在摩都 他的目标是我一个闺蜜 叫杨家慧 他家里很有钱 如果王嘉诚能够得手的话 他最少能赚几十个亿 柳如烟说道 我听到这话 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这件事真的太吓人了 我虽然也算是高收入一足了 可是 我也没有见过一个亿 何况还是几十个亿 简直就是离谱到了极点的事情 你闺蜜那么有钱 我吃惊问道 他爸妈都是福布斯榜上的常客 能没有钱吗 柳如烟说道 那如果王嘉诚能够追到手的话 他就不用干诈骗了 何必去搞杀猪盘 那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我问道 我觉得正常人都会这样想的 既然眼前有一个白富美 然后这个白富美 又对自己有了兴趣 不管是谁 首先想做的事情 都是第一时间把他拿下来 毕竟要是拿下来之后 那就不用再干杀猪盘了 一直当富少多好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呢 柳如烟叹道 其实我也知道 人心是很复杂的 有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比如说 我之前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柳如烟要欺骗我 只能说我比较倒霉了 好了 我们先去市里面 我说道 找王嘉诚的事情 先放一边再说 现在 我打算先回到室里面报警 如果说 不把这个汽车旅馆端掉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受害者 去市里面做什么 柳如烟疑惑问道 你问那么多做什么 我说道 现在 他又不是我的情侣 自然也就没有资格问那么多了 何况我也不打算回答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 我现在只想赶紧去解决这件事 让其他的受害妇女 不至于继续被侵害 到了市里面 我先把柳如烟安顿下来 然后 我就直接去寻谱局报案了 很快 一群寻谱跟着我一起出动 然后把汽车旅馆给一锅端了 当老板这些坏人被抓的时候 他们还处于猛逼状态 因为他们在这里开设犯罪窝点好多年了 之前一直没事 可是今天却被查了 张先生 多谢你的举报 才让我们抓住这些犯罪分子 我们已经找到你被敲诈的赃款了 银辉就返还给你 寻谱队长张诚说道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真正目的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窝点端了 这样我也可以把钱拿回来了 要不然 我平白无故出一百八十万 简直就是憋屈到了极点 我不可能会那么愚蠢的 好的 多谢你了 我点头说道 随后 我的钱顺利退了回来 之后 我把钱还给朋友 他们都很奇怪 因为我借钱还不到三个小时就还了 我说张扬 你是不是搞错了 哥不差钱啊 你怎么那么快就还回来了 死当李明特地打电话过来 多谢你了 等我回莫都 我请你喝酒 我笑着说道 虽然我的感情生活一塌糊涂 可是有李明这个兄弟在 我就觉得很不错 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之中 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的话 那么 这个人就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 行 那我等你回来 李明笑道 我随后挂断电话 跟着寻补去办手续 办好手续之后 我回酒店 看见柳如烟就坐在床头等我 你怎么还没睡 我问道 你都没回来 我怎么能睡得着 柳如烟说道 跟你也没关系啊 我就算死外面了 你也不用承担责任 更加不必伤心我淡淡说道 毕竟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 虽然说曾经是恋人 但那都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何况 我现在跟他确实没有任何感情了 当初我是被骗的 倘若说 我被他骗了 但是还对他产生感情 那就真的成为傻子了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才是我的最爱柳如烟 忽然感慨说道 行了 别来说这种废话 我不吃这一套 我冷冷说道 如果他之前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我们两个人就不会分开了 后面也不会有那么多波折跟痛苦了 可是现在 发生这种事情了 这让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对他来说的话 现在自然想跟我旧情复燃 可是 我既然吃亏过一次 我现在怎么可能还会上当呢 反正对我来说 我不可能会接受他的 你还介意之前的事 柳如烟问道 当然会介意了 你把我坑惨了 我冷冷说道 如果我就那么大方的人 我就不是男人了 都过去了 何况我以后会弥补你的 柳如烟说道 你怎么弥补我 我冷冷说道 毕竟那可是六百万 就算他去打工一辈子 能不能攒到这个数 那都是未知数 我用我的一生来弥补你 照顾你 还不行了 柳如烟说道 搞半天 你还想来占我的便宜 我没好气说道 之前已经上当过一次了 我这次绝不能再轻易入坑了 毕竟现在这个时候入坑 要想跳出来就很难了 我没有说要占你的便宜 我是说 以后要照顾你 柳如烟强调 不必了 我又不是残疾人 哪需要你照顾 我单单说道 我说的话已经很明确了 总之 我是不可能会接受他的爱 而对于柳如烟来说 他自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他知道 我是一个心软的人 只要他加把劲 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他就算说的天花乱坠 也不可能改变我的想法 如果我是一个愚蠢的男人 估计现在已经上当了 但是 很明显 我不是这样的人 因此 我现在才能够抵挡住他的诱惑 其实 我们之间能预见 是一种缘分柳如烟说道 那算什么缘分 我没好奇说道 之前就因为他 让我负债了那么多 欺骗感情又欺骗金钱 结果 他现在居然说这是一场缘分 哎 我也是经历了这些事情 我才知道你是一个绝世好男人 柳如烟说道 听到这话 我自己也很无语 不过 他现在领悟了 但是他的事情 跟我可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坚持住自己的底线就行了 至于他想怎么样做 那是他的事情 我管不着 我也没必要去管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 等拿到钱 我们就各奔东西 我挥手说道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柳如烟探道 这是五百块钱 你自己去别的房间睡 我懒洋洋说道 我现在不想跟他说那么多话 因为没有必要 跟他在这里争论 只会浪费时间 既然我都决定不跟他在一起了 何必还去说那么多 好 柳如烟说道 随后他拿了钱走出去 不过走的时候 我看见他掉了两颗小珍珠 不过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伤心 主要是他之前给我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我现在已经不敢相信他了 随后我躺在床上 我很想睡觉 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让我根本睡不着 十分钟之后 突然有人来敲门 这让我有点紧张 我今天刚把汽车旅馆给一锅端了 我在想 他们有没有可能派人来报复我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是要完蛋的事情了 我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因此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谨慎一点 于是我拿着衣架当武器走到门口问道 是谁 是我门外传来柳如烟的声音 这让我有点猛逼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是给你钱去别的房间吗 我没好气说道 不过 得知外面是柳如烟之后 我悬着的心倒是落地了 如果什么汽车旅馆的同伙 那就很麻烦了 我把他们的生意给毁掉了 他们肯定会找我报仇的 因此 我决定尽快离开这里 可是最早的航班是明天 我得先熬到明天才行 听到柳如烟的话 我也很无奈 只好把门打开 我留了一个心眼 看了一下走廊 果然没有见到有陌生人 张哥 我也没办法 真的没房间了 你不至于让我睡走廊吧 柳如烟说道 算了 你进来吧 我点头说道 既然他都没地方去了 我也只能让他进来了 你睡地板 我睡床 我单单说道 我本来想让他睡床的 可是转念一想 凭什么对他那么好 我就算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 那我也应该对好的女人 而不是对这种坏女人 柳如烟虽然有些吃惊 不过他也没有说什么 我觉得他肯定不好意思 让我睡地板 我好歹也是主人 而且 如果不是我把他救出来 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脱离苦海呢 所以 他当然不敢说我了 第二天 我们一起坐飞机回到魔都 到了魔都之后 柳如烟把具体计划说了出来 我的朋友杨家慧 就住在汤城一品 如果我们在门口遵守 肯定能见到王嘉诚柳如烟说道 随后 他把王嘉诚的照片发给我 我扫了一眼 这是一个长相帅气的家伙 就连我都觉得他长得帅气 何况是妹子 难怪他能忽悠那么多女人 原来颜值那么高 好 那就在门口等他好了 我说道 我万万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跟柳如烟结成统一战线了 而本来 他是我要寻找的仇人 可是现在 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 找到王嘉诚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此人绳之以法 第二天 我们果然在门口见到王嘉诚 他把杨家慧送了回来 看起来非常有绅士风度 怎么样 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揭穿他的真面目 柳如烟问道 我看见他的神色有些着急 肯定是想帮我办成这件事 揭穿王嘉诚的真面目 能做到的话 他一方面可以立功 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讨好我 我自然是看穿了他的心思 不过 我并没有说什么 毕竟我们现在是统一战线的人 不要打草惊蛇 我们现在过去 一来 王嘉诚会抵赖 二来 杨家慧也不愿意相信我摇头说道 我现在只是先确定 王嘉诚这个人的存在 既然他也在这里 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 好 那就听你的 你说怎么做 就怎么做 柳如烟说道 行 我点头说道 其实 我现在要去做到的事情 很简单 首先就是揭穿 这个家伙的真面目 现在 杨家慧处于热恋当中 他既然被王嘉诚被迷住了 肯定不会相信我们的话 但是没关系 只需要我们把证据展现出来 就行了 柳如烟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很快 王嘉诚走了 我跟柳如烟马上走过去 嘉慧柳如烟打了个招呼 啊 如烟 你去哪里了 我好久都没见到你了 发消息你也不回 哦 原来是个帅哥去私奔了 杨家慧看见我们出现 顿时有些惊喜 你好 杨小姐我打了个招呼 我不是私奔 而是被人骗尽魔窟了 你方便吗 我想跟你说点事情 柳如烟说道 方便啊 你们来我家吧 杨家慧笑着说道 随后 我们跟着杨家慧 前往汤城一品的豪宅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汤城一品 进去之后 我也不由得静待了 果然不愧是魔都第一豪宅 真的太奢华了 我们来到杨家 一进门就是大理石雕刻 大气高档 让人看着很舒心 这是500平米的大平层 站在阳台上 可以360度看完黄浦江 老实说 站在豪宅的阳台 我自己都产生一种 主宰天下的感觉 难怪 王嘉诚这个家伙 一定要对着杨家慧死缠烂打 如果能追到白富美的话 至少这辈子是不用愁了 来 我们喝果汁 杨家慧热情说道 她长得很清秀 给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 最让我吃惊的是 她的身上 一点大小姐的刁蛮都没有 对待人也是很有礼貌客气 这样好的一个女孩子 如果让王嘉诚这个人渣骗走的话 我的心情都不好受 怎么样 觉得果汁好喝吗 杨家慧笑着问道 还不错 谢谢你的招待 杨小姐 我笑着说道 好了 你们现在可以说了吗 来找我有什么事情了 杨家慧问道 她是个聪明人 知道我们现在跑过来 肯定是有什么大事情 家慧 我是特地来告诉你 王嘉诚是个人渣 柳如烟直言不会说道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她是我男友吗 怎么这样说 杨家慧笑容铭固起来 她万万没有想到 多日不见的好朋友 竟然会说出这种话 正因为她是你的男友 我才要揭穿她的真面目 其实 她是一个专门做杀猪盘的诈骗分子 骗财骗色 柳如烟控诉道 如烟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还是你的猜测 杨家慧说道 我不是猜测 而是有证据的 因为我就是受害者柳如烟说道 随后 她把自己如何被骗 被卖到魔库的事情说了 她就是我原来的男友张杨 她可以作证 我说的不是假话 柳如烟说道 这是真的 杨家慧皱眉问道 是的 杨小姐 你看这些转账记录就知道了 我说道 随后 我把转账给柳如烟的记录 给她看了 然后 柳如烟又把转账 给王嘉诚的记录拿了出来 看完证据之后 杨家慧才相信我们的话 难怪她最近一直催我 拿十个亿出来 收购一个所谓很值钱的矿山 我估计这件事 有猫腻杨家慧若有所思说道 这个事情不用问就知道 她肯定安排了 要把这些钱骗走 我立刻说道 同时 我也非常的震惊 因为王嘉诚的胃口太大了 一下子就想骗走十个亿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们告诉我 不然我都不知道 王嘉诚是这种人 杨家慧说道 嘉慧 我们要固定证据 然后去举报她 你支持我们吗 柳如烟问道 如果能得到杨家慧的支持 这件事就会顺利许多 承办渣男 仁仁有则 杨家慧点头说道 她现在既然知道 对方的真面目了 自然要跟我们一起 对付王嘉诚 对了 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是直接报警吗 还是怎么样 柳如烟转头问我 多固定一些证据 找个人来勾引她 她一定会露出马脚的 我淡淡说道 好 我现在马上去联络 其他受害者柳如烟说道 随后 柳如烟利用自己的人脉 找到了几个女的 他们也都是受害者 这些受害者 本来想稀释宁人的 可是在柳如烟的说服之下 他们决定站出来 把这个渣男王嘉诚 绳之以法 如果不能抓住王嘉诚 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害 三天之后 一切证据都准备好了 然后 我们也报警了 巡捕来到现场之后 指挥我们如何做事 首先 让杨家慧给王嘉诚打电话 让他过来商量订婚的事 如果是杨家慧打电话 那么王嘉诚一定不会提防的 等来了之后 巡捕再出现 然后直接把王嘉诚带走审问 记住 一会不要露出马脚了 巡捕队长王强叮嘱道 明白了我们点头说道 随后 我们先藏在房间里面 因为这里的房间很多 所以藏在里面的话 在客厅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杨家慧按照计划 打电话给王嘉诚 让他过来谈订婚的事 王嘉诚果然上当了 他现在一心要拿到 十个亿的投资款 不到半个小时就来了 宝贝 我来了 你爸妈终于同意我们的婚事了 王嘉诚兴奋说道 对啊 亲爱的 这里也有你的功劳 杨家慧笑道 我在房间里听得很清楚 而外面的客厅 其实也是有录音机 那是寻补王强 是先放好的 宝贝 那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呢 王嘉诚迫不及待问道 这小子肯定想赶紧结婚 这样他就能成为 千亿豪门的女婿了 我暗想很有可能 王嘉诚打算惊喷洗手了 不然的话 他应该也不会那么着急订婚 毕竟订婚之后 他也没什么时间去犯罪了 当然了 他要是成为千亿女婿 自然也没必要去做 这些犯法的事情了 只是 一个人做过的亏心事 其实是很难隐藏的 就算你费尽心思 也不可能完全抹去 有朝一日 这些劣迹仍然会重见天日 因此 我一直警醒自己 千万不要做出一些后悔之后 无法弥补的事情 对了 嘉诚 你之前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杨嘉辉问道 没有啊 我能瞒你什么事 王嘉诚故作镇定道 这个家伙的表现 在我们的预料之内 像他这样的人 就算见到棺材 估计也会继续嘴硬的 不过 现在证据都在这里了 他就算嘴硬 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的 柳如烟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骗他 杨嘉辉忽然问道 柳如烟 你说的是谁啊 我不认识他 王嘉诚便解道 他不是你的前任吗 杨嘉辉说道 我不认识他 你搞错了吧 王嘉诚说道 我没搞错 你看这是你跟他的合照 你怎么解释呢 杨嘉辉拿出手机展示相片 哦 你说的是他啊 我以为是谁 我原来确实跟他交往过一段时间 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爱慕虚荣 所以就分手了 王嘉诚说道 我注意到 柳如烟听到这话 他非常的生气 他曾经也对王嘉诚一往情深 可是结果 却是被对方给骗了 王嘉诚 想不到你竟然是这种阴险小人 你明明欺骗了他 现在却不承认杨嘉辉冷冷说道 嘉辉 你说什么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是在挑拨离间 你不要信他的话 王嘉诚赶忙叫道 此时 王强发出了抓捕信号 随后 我们一起冲出去 很快 寻补直接就把王嘉诚给控制住了 王嘉诚 你被逮捕了 王强冷声说道 你们凭什么抓我 王嘉诚叫道 王嘉诚 你涉嫌敲诈勒索 诈骗 拐卖妇女 伪造合同等罪行 请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王强冷冷说道 不 你们冤枉我 王嘉诚叫道 他自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丑事 不过 他就算不承认也没用 随后 王强直接当着所有的面 出示证据 直接把王嘉诚带走了 一个月之后 王嘉诚因为犯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我也拿到了我的所有损失 这件事总算告一段落了 事情完结之后 柳如妍也来找过我 他想救情复燃 但是我没有同意 因为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 未来的日子那么美好 为什么要回头看呢 全文完